好 再来呢 第26 兔狮子 兔狮子要用得好 用不好会得到反效果 所以你要看这个本草经的时候 眼睛要看清楚 招子方亮一点 等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这个本草经的原文呢 它兔狮子是辛辣的 辛是主善 主润者还有横行 对不对 心是无所不道 横行 横着者 一般来说绝伤 像我们骨头断掉 骨头裂掉 或者是受到的那种 都可以用兔狮子 那这个 它兔狮子条啊都可以 兔狮子都可以治 那常常久福都可以明目 我们非常多的药都可以明目 包括精神类的药 几乎都可以明目 那产地的地方呢 这个 你们看一下 这个本草里面呢 是指 它的那个种子 来入药的 主治 兔狮子会补肾一精的药药 它因为我们所有的补精 男人的精 老师 我的这个病人来了 这个精子太淡 所以他太太不能怀孕 精也太好了 这个我们的兔狮子用上了 中药所有用到种子的药 都在都是补精的 都能够补到精子 那兔狮子是其中一个 像覆盆子也是后面会介绍到 那它是补肾一精的药药 所以精子太淡了 我们就可以用兔狮子 那 在肩筋骨 像我常常用在 比如说这个病人 骨头断掉了 我们有大概有其他的药 但是兔狮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那治疗 专门治疗 静中寒 你说老师什么是静中寒 就是男人的 那个羊具 静里面比较寒 精致出 精致不能致手 致出 那小便呢 小完便以后 然后老师 有的老先生 常常说小完便以后 就快来又出来 又滴挤在裤子里面 都可以使用 这个兔狮子 这就是逆有余力 腰痛吸人 下降有寒思 那 我说 为什么你要用 要小心 你看他的兔狮子的禁忌 圣家 有问题的人多火 这个虚火 那羊强不举 羊强不伪的人呢 大便造极者都忌 什么叫羊强不伪 就是 这边办法性功能很正常 羊强不伪 挺起来 不会伪 很硬 没有伪 没有羊伪的现象 挺起来 那 你知道老师 这个人 精不够 我给他吃兔狮子 他吃完兔狮子 回来 他就会告诉你 医生啊 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倒下去过 吃了你的药 从事不取 就是兔狮子 所以我说 你读书要小心一点 要看清楚 看清楚 所以说 如果说 他 你病人说 抬举 举起来没有问题 你不要给他吃兔狮子 这是 我们要 当医生要注意的 那你要死坏 就很好死坏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死坏 补精啊 原来精不好 菌变得很多 很浓啊 很多 那兔狮子啊 可是 不举了 那 所以说 你一定要确定 他的精不够 同时不举 兔狮子 就让他举起来 你举的没有问题 你说我 性功能非常正常 那我想更强一点 不行 吃下去就软掉了 好 所以说 这个 太太们 如果说 你发觉到 先生 先生在外面 有怎么样 你那兔狮子炒 才还给他吃 兔狮子炒的时候 味道很好吃啊 对不对 对啊 他吃完晚餐 你那个 看他什么时候 大概他什么时候 会去 会与朋友 你就给他炒兔狮子 给他吃 吃完以后 回来 他就不举 他保证 你可以安心的睡觉 保证没事 他不能使用 但是如果你先称 他不举 你炒兔狮子给他吃 他就举起来 懂不懂我也是 所以 简单讲就是 性功能正常的 不要吃 懂不懂我也是 这是 讲这个禁忌的原因 那你如果说 他那个禁忌上面 得酒粮 你如果用 那个兔狮子 你如果炒完 再放点酒 更堵的 更强 所以说 一般人说 如果不举 精子就很少 以后就可以用 度 是不是 好 这个 要小心点 要小心点 好不好 那 투 了